据央视8月31日报道 在第13届中国航展新闻发布会上 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表示 中国空军历史性的跨入战略空军门槛 申进科大校强调 歼20运20列装越来越多 国产新型地空导弹 直指苍穹 战略预警 空中打击 防空反导 信息对抗 空降作战 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等能力不断提升 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将于2021年9月28日至10月3日 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 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 本届航展展商数量和参展面积均超预期 本届珠海航展将同时举行飞行表演 地面装备动态演示 在飞行表演方面 有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中国空军航空大学红鹰表演队 中国商飞CBJ公务机等 本届航展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 航空航天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成果 将进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组织149项 自主研制的航空装备及技术项目参展 其中50多项为首展 更有AJ600大型水陆两栖飞机的首场飞行展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将展示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 长安五号月球探测器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等国之重器